疫情下全球晶片供应吃紧 英特尔为了应战 将豪杂近千亿美元 在欧洲建制两座的新厂 要与台积电还有三星 在代工市场展开直接的竞争 不过想要引头赶上 恐怕也没有那么的容易 因为龙头争霸的关键 在于谁可以先一步抢到 下一代EUV的设备 英特尔积极重返晶圆代工业务 执行长吉辛格这回也在霸气宣布 未来十年要砸下约当于台币 两兆六千两百三十六亿 在欧洲进行扩厂 只是大手笔投资 想要弯道超车 争夺晶片制造龙头地位 恐怕也没那么容易 因为看看对手 同样没手软 台积电三年要砸千亿美元 三星更是双倍超过两千亿美元 外媒更点出 争亡关键中的关键 是谁能取得艾斯摩尔 下一代极子外光围影设备 因为这台EUV光源波长 比原本的DUV来得短 能量又高 可以让限距更小的电路图案 印到晶圆上 七奈米以下的先进制程 都得仰赖它 而台积电目前手里掌握了近六十台全球最多 成了霸主地位不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这一点三星相当明白 少主李在龙2020年就曾亲自飞往爱斯摩尔荷兰总部 只为了多抢一点机台 专家认为以台积电目前的技术和制程进度优势 龙头地位不易撼动 而另一头刚买下望宏六寸晶圆厂的鸿海 也正积极布局第三代半导体技术 希望透过这个MIH的平台 能够把台湾的这个EUV的生态链 能够打造起来 尤其在silicon carbine上面 现在一部这个EUV呢 大概会用到60颗silicon carbine的这个components 刘安伟认为电动车产业链可以带动第三代半导体发展 也让台湾有机会再造出下一座护果神山 东森财经新闻杨超成叶子晶综合报导 你就和台湾都長得如喜割 两个解七背包 就可以在国不同 function中超成叶子晶织合 可以復查的